12月6日,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2020年评选结果出炉,90后港漂青年温帆与香港高等法院职业大律师吴英鹏,世界武术冠军陈遂金,华语影视演员杨颖等其他9位候选人一同成功当选。 日前,他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讲述了自己与香港的故事。 温帆出生于安徽合肥,2012年从夏本大学本科毕业后,选择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攻读金融硕士。 求学期间,温帆就被香港浓厚的人情味吸引。 有一次呢,我们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个路比较难走,所以我在到山顶的时候呢,我那个腿啊,那个膝盖就拉伤了,完全走不了路了。 那个时候呢,也是一个香港本地的一个阿叔,就一个大叔,他路过,然后他当时有两根那个登山杖,他就把他的那根登山杖送给了我。 他应该是想拿名次的,但他愿意就是一个,把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比赛工具分享给我。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有很多这种,有很多这种心理有香港人,给我很多帮助,所以我觉得,那我现在慢慢已经融入了,已经这个这个settle下来了,那我是不是要,也贡献点这个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下别人呢。 正是这样的点滴温暖,帮助温帆度过了初来异乡的时光。 2013年硕士毕业后,温帆决定留在香港工作生活,当时恰逢欧债危机,全球金融业受到冲击,香港金融行业的工作机会也大量缩减。 当时呢,为了留在香港呢,我就只能去应聘一些和这个金融稍微沾点边的行业。 所以我第一份在毕业之后的工作呢,是在投行做这个程序员,但其实我并不是学这个计算机啊,编程出身的,其实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的编程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只能靠自己自学。 那那个面试的时候呢,那些人就问我,那你能不能去这个做这个程序员的工作,我说可以,可以自学。 那我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没日没夜的在自己在这图书馆的家里啊,就去学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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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臣呢,最后是靠这个,大家就是这个闷头骨干一个月,最后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 凭借着兼任与好学,温帆先后在多家知名金融机构工作。 如今,他担任香港石核资产管理公司固定收益主管及基金经理,从事债券投资工作,在行业内屡获奖项。 他说,在香港工作的数年间,自己见证了中资机构在香港的成长与发展。 一二二一三年的时候呢,这个市场的主流还是这个美资和欧资的投行和基金为主。 那么在这七八年,我基本上就见证了一个这个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这个崛起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当我再去和这个我中文大学的这些学弟学妹去聊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去中资金融机构工作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事情了。 那么这就体现了就是说我们中资的这个这个金融机构在香港有一个逐步放大的过程。 有感于近年来香港社会氛围的变化。 工作之余,温帆还会组织公益活动,给媒体撰稿,在社会议题中发声。 他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在社会中凝聚共识,为香港青年更好的理解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 就是年轻人对这个这个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认同感暂时不强嘛。 所以他反而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反面来讲去更加刺激你对这个你自己个人身份呢,或者国家的一种认同感。 我们应该帮助香港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国家的整个的这个大局。 我们作为新香港人的港漂,其实已经可以算是香港社会这一份子了,我们叫stakeholder,持份者了。 因为这个群体现在越来越大了。 粗略不算的话,像我们这样的港漂在香港可能都有20、30万人了。 我们有这个义务或者说有这个需要去说一些我们自己对这个社会一些看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